目前國際監隊BA.4、BA.5的臨床症狀的一些統計 他們發現說 他們平常常看到的疲勞、頭痛、發燒、咳嗽 這個常見症狀的話 在BA.5的病人身上的話 發現比例比較高了一點 那從英國研究呢 他就反而也說了說 最常看到的症狀反而是喉嚨痛 那喉嚨痛的比例會蠻高的 那這從我們一些臨床的一些病人的病例報告上 也發現喉嚨痛其實在BA.5的病人身上是還蠻常見的 那最高長達7天這個病人給我們說 好 那從南非的研究呢 他們有去比較這個BA.5的感染者 跟BA.1的感染者 還有BA.2的感染者 他們的一些臨床的天數來看的話 那在BA.1、BA.2的 他們的臨床病程大概4天左右 但是在BA.5的病人 他這個臨床的病程可以高達到7天之9 所以等於說還是要提醒各位朋友說 如果一旦您真的有 感染到BA.5的話 你的症狀有可能會持續到7天這麼久 請問一下就是包含兒童啊 成年人或長者感染到BA.4.5的症狀會不太一樣嗎 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BA.4.5的話 他們還是集中在所謂的上呼吸道的感染的症狀比較多 所以我相信在兒童跟成人的話 他們的症狀可能還是比較偏向上呼吸道 還有一些類似像我們講的疲勞頭痛 這樣的一個症狀會比較多 但是因為兒童的病人的話 因為他們沒有施打疫苗 所以有一些如果沒有施打疫苗的話 他的臨床表現的話 擔心就有可能會不會當感染病例數增加的時候 他們的症狀就會比較多的一個變異性 所以這是我們在日後要必須要密切觀察的一個項目 那主任就是現在BA.5就是首例的家庭感染上似乎有擴大的跡象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病毒已經遣藏在社區大概可能多久時間 那你們要如何去做訪判 或者是要如何移民 那BA.5跟BA.4的話 會不會在我們社區裡面 我想這個或許指揮中心會比較明確的說明 不過從一些社區感染的病例有發現的時候 我們相信在我們社區裡面 還是有一些BA.5的一些蹤跡出現 那所以一旦我們民眾可能還是要特別要注意說 您的個人防護 那最重要當然你的疫苗還是要打好打滿 那如果輪到你打追加劑的時候 那你就去打追加劑 因為我們知道疫苗對於BA.5感染 雖然它沒有辦法預防感染 但是它對預防中症重症甚至死亡的威脅是有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還是要戴口罩 那當然或許大家覺得說 目前的話剛好暑假可以比較放鬆一點 但是可能口罩還是在必要的場合還是戴好你的口罩 最重要的話可能還是要密閉避免在密閉空間裡面的一個群聚 我們知道這個BA.5它的傳播力非常強 它比BA.2的傳播力更強大 所以基本上的話如果您稍微有一點點鬆懈的話 那甚至說口罩沒有戴好的話 基本上就很容易會感染到BA.5這樣子 那因為日本跟韓國還有其他國家 現在目前好像都已經開始有新一波的BA.5的疫情 那之後的話 那我們會不會也是會有類似這樣的重複感染這個狀況 當然我們從寧靜國家的話 我們從日本還有韓國新加坡香港的話 其實他們都有新的一波的疫情 而且這個疫情增加的量也蠻快速的 有時候都會比前一個禮拜增加的兩倍到三倍這樣的快 所以BA.5的話我想大概勢必還是會在我們社區上傳播 那在傳播的時候大家還是要注意 那因為BA.5特色 那個剛剛我們大家都知道他有免疫逃脫的現象 就是說就算您打好完整的疫苗 三劑甚至四劑 或是說您之前曾經感染過BA.2 甚至原始病毒株的話 您的保護力仍然沒有辦法保護您免於BA.5的感染 但是您的保護力或許可以提供您免於中症跟重症的一個效果 所以大家還是要提醒大家還是要注意說 您有可能會再次確診 如果您的個人防護沒有做好的話 您稍微有一點點輕忽大意 我相信再次感染的機會是都有的 那國外有說就是這個重複感染的這個中位數大概可能20幾天就有可能會重複感染 那因為我們現在指揮中心的規定可能是一個月或是三個月 那這樣的期間你覺得說這部分的話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調整 好當然目前從國際間有有關所謂再次確診他的時間的這個中位時間的話 有一些到20幾天那有一些甚至最短有到兩個禮拜他就會有再次確診的這樣的現象 所以或許指揮中心就這個二次確診的一個我們講的一個準則的話可能有修正的一個必要 那這是一個滾動式修正因為畢竟隨著我們對BA.5的一個臨床的感染的病程更了解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再次感染的時間有可能在兩個禮拜到所謂的四個禮拜到六個禮拜八個禮拜這樣的一個期間都有可能 所以或許指揮中心對於說有可能一個月以內不太會有二次感染的機會這樣的一個policy或是這樣的一個準則 或許可以考慮說是否可以做一些滾動式的修正